在這個第三次坍塌後 然後這個老闆啊 邱總經理啊 就說我們要復工嘛 所以來拜託陽文科協助復工 並且要提供競選總部的土地 然後呢 我就就是幫他用政治獻金 幫他支付87萬多 但是檢方就發現說 啊不啊 最後最後就是你有去租 但是還是建商出的錢 那船哥像是這樣的話 這個其實金額也沒有到多少 但是87萬 你覺得這也是一個合理的範圍嗎 不是 那封易建設只要直接說 我提供這一個地 提供這個建物當政治獻金 他沒有必要去轉一個 87萬多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政治獻金可以捐現金 也可以捐100箱礦泉水 這個都可以 那我可以捐政治獻金 我也可以捐這一個土地 就是給你當競選總部 他就直接登陸說 我要捐給這個候選人 是這個土地跟這個已經蓋好的 可能原來是接待中心 申報就好了 可是為什麼封易要弄這一套 封易弄這一套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封易啊 如果給了他87萬7千元 就是封易給楊文科的政治獻金 就可以規避掉那個競選總部啊 那個競選總部是封易提供的 因為現在楊文科的邏輯會是說 這個是我跟封易租的 所以我有付錢給封易 所以你們不要亂講說 你們不要亂講說封易提供給我 可是同步的時候 封易因為他要作帳 封易要作帳 封易也想要捐錢 然後拿去抵 還可以結稅 所以當楊文科把這個租金 這個競選總部的租金87萬 付給封易的時候 封易又拿87萬的政治獻金 又捐回來 這個時候捐回來的時候 封易還可以跟國家講說 我捐了87萬的政治獻金 又結了一點點稅 這我不懂他們邏輯是什麼 你如果不就嫁夫一塊土地 嫁進去接待中心 然後我嫁夫三個位五個位 這個是可以申報 我覺得楊文科是在規避 他跟封易的關係 不要檯面上被人家發現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沒有寫出來之前 還有這筆87萬還沒出來之前 各位記得去年 在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還沒辦法去對到說 這一個楊文科競選總部 有沒有付錢給封易 就是這一個土地的租金 有沒有 因為楊文科那一方一直說 我們是去把封易做的嘛 可是呢 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他那筆錢又把他轉回來的 所以其實楊文科競選總部 沒有付到錢 沒有付到錢嘛 這塊塊就沒辦法 這個雞肉 你就直接說這塊塊就是我做的 我借給 封易建設借給楊文科 這也符合政治獻金 我跟你講厲害了 我們有一個最新的聲明 因為今天出這個事情後 是不是記者就要問說 管長說明是什麼 然後結果管長沒接電話是必須起來 也合理 可是找不到管長 現在最新消息是 楊文科喊冤 他反控檢方 我就跟你解釋了 你之前都沒聽進去 我有跟你解釋喔 我有提出具體的反證喔 可惜檢察官無故 全無採納 不是 這邊要反證 這麼多耶 人家有電話耶 人家電話是什麼人 叫什麼人說的耶 這舉什麼反證 你們都會開槓就對了 你跟封易建設的這個老闆 一天到晚都在聊天 這頂管很多電話聯繫 對 你說的 用隨後的電話卡 然後你說去什麼洗來燈 那也都有錄影大 一定都有進出都有 誰入住什麼嘛 然後送他什麼禮券 餐券也都有嘛 隨後的手機拿來 直接打給那個處長 那隨後手機有通連 那個處長手機也有通連 這到底要說人家弄 這檢察官也很厲害 他總把你的處理 你這個一筆一筆 說實在 我們任何一個人 要問我這一筆是什麼事 幾月只要你為什麼打了 這個電話 這個要回憶 其實很難 可是檢察官真正去對到通電話的人是誰 而且裡面在討論什麼 他通通把它列出來 一般來講 通連記錄只保留半年 所以這個案子最早一通的 從起訴書裡面揭露出來 是2016年的通連記錄 也就是說 檢方有可能在2016年以前 就已經盯上這個案子 要不然你通連記錄通常不會保留那麼久 真的是放長線 對而且你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合理 是因為風浴建設 大家記不記得九二一地震在東四倒掉一棟大樓 叫東四王朝 當時的建商 他的老闆 就是風浴建設現在的老闆 他當時因為偷工檢查被判刑三年 出獄之後 跑到新竹來 把建設公司名字改成風浴建設 然後繼續在新竹蓋房子 前一陣新竹火警那個晴空會 也是風浴蓋的 所以我覺得檢調盯上風浴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你以前在東四 那個東四王朝 就是因為偷工檢料 造成這麼多人死傷 因為九二一地震 整個這麼多人死傷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看起來新竹地檢署 應該是養了很久的案子 我還是要把這一張再拿起來看 這邊講說 要求陳信技師違反之前 他們要H型鋼檔圖裝的這個長度 有沒有 那也已經做了示意圖 但是風浴建設 他說你們不懂 你們不懂 我們不是偷工檢料 我們叫做逆打工法 逆打不是這樣子講的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專業 他就是說檢調有他一套說明 然後他們一定會輔助專家 不可能說我檢調我什麼都懂 對不對 他現在要採取說 我們這個叫做逆打工法 這樣講得過 這個會是一個大問題 逆打是指先蓋頂部 由從 因為我們一般蓋房子 或是大型公共建設 是先挖地基 從底下往上蓋 逆打是因為他有特殊的施工需求 他是先蓋上面 先從上面往下蓋 那個才叫逆打工法 逆打工法也沒有在偷工減料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國民黨的態度是什麼 柴薇 我看到國民黨今天有這個發言人是楊志瑜出來嘛 那也還是挺到底是不是 那你們是拿什麼來證明楊文科的清白 我們沒有拿什麼去證明有沒有犯這件事情啦 我覺得其實現在國民黨的態度很清楚啦 就是配合檢調的調查 然後誤網誤縱 那因為現在是起訴嘛 我們其實還是有一個停權的辦法 那我們停權辦法 其實我剛好查了一下 其實跟民進黨是一樣的啦 就是積壓嘛 那如果是一審有罪的話 就是停權 對那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話 我們都還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楊縣長 如果可以的話 出來自己先講清楚 那在國民黨的立場一定說 如果說一審這個有罪的話 那當然一定就是停權 那會不會開著 我記得應該還是要經過 這個考機會來處理啦 所以現在其實 國民黨的態度也不會說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說 相信他的清白這樣子 可是我看楊志瑜的說法 比較偏就是說 在黨中央的立場一定是得這樣子啦 黨中央的立場一定得這樣 那民進黨怎麼沒有這個樣子 你們奇怪喔 怎麼他們都 我都一定看到是實業的 這只是起訴書的新聞稿 起訴書肯定更精彩 我覺得這是起訴嘛 因為一審他就是還沒有判決嘛 那我覺得黨中央他的立場是 相信他的清白 但是如果說 檢調有一些 就是一審判決是有罪的話 那我想國民黨的態度 還是一樣會不同啦 對所以我覺得現在的 我們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一審判決可以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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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